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话说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公布了11名的中港官员制裁名单 到底美国实施的所谓制裁实际影响力有多大呢? 来到今周对于被制裁人士的负面影响似乎逐渐浮面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11名受到美国所谓制裁的中港官员当中 似乎律政司司长郑若驾所受到的波及是最严重的 原来郑若驾是特許仲裁司工会 和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会员 但是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实施的制裁安排 美国方面禁止所有美国人 和这些被制裁的人士进行任何财产和权益的交易 也不准许美国人和这些被制裁人士进行任何金钱 货物和服务交易 问题就来了 到底郑若驾会否在仲裁事业方面受到制裁的影响呢?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接受苹果采访时就这么说 他说 郑若驾在过去主力就是从事国际仲裁的工作 尤其是着力于解决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议 他就认为 美国财政部今次的制裁行动 将会令到与美国有生意关系的公司 日后对郑若驾就有所顾忌了 梁家杰就说 你想想 如果那些公司是与美国有生意往来的 那他当然就不敢得失美国了 如果郑若驾已经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罪人 他就说不相信 在这么多仲裁员有得选择之下 那些公司就一定要再选择郑若驾 这样说 记者问他 到底郑若驾会不会被踢出现时所属于的制裁组织呢? 梁家杰就说 不能够排除相关专业组织会有这个安排 最终都要视乎 相关组织怎样拿捏今次美国制裁的重要性 当然 如果这件事最终是不幸发生的话 对于郑若驾来说 真是一个大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郑若驾未加入特区政府担任律政司司长以前 其实一直都在仲裁界里工作 我们可以看看东周刊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如何说 里面提及到 郑若驾和潘乐图都可算是富贵夫妇 女方是一INT猩可热仲裁界的女王 月入aphor々都 nails over 100 万元 说的是过百万港元 他當律政司司長月薪只不過是36萬 所以其實他不知道什麼神推鬼擁的情況下 根據當年的報道 林鄭月娥主動邀請他加入特區政府 當律政司司長 他又一口答應了 整件事真的可以說是無妄之災 本來他當仲裁員的時候 他人工又優厚 而且壓力又沒有那麼大 起碼如果他弄傷手 也不需要對外公佈這一年那麼久 本來律政司司長的位是袁國強做的 他真是聰明 在2018年的時候 宣佈辭職說不做 他肯定聞到鎮隨 於是現在找了鄭若驊來頂替 他本身這麼有錢 反而做完律政司司長以後 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返回仲裁界那處戚冊風雲 難怪他較早之前就這樣評論 說美國動用這種絕望和非法的制裁手法 只會是進一步加強他處事正確的信念 他還說到 跟中國乃至全國人民相比 他的個人利益是毫不重要的 後面那句就沒有那麼特別 但是他就用到絕望來形容 美國的制裁手法 這個形容詞在11名被制裁的中港官員當中 唯獨是得他採用的 除了將來對於重返仲裁界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以外 相信另一個絕望來源就是他和他老公潘樂圖的控股公司安樂工程 安樂工程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恐慌會遭受到鄭若驊的波及 雖然在星期日的時候 他們就發了一張公告出來 說初步評估公司是不受制裁影響的 但是去到星期二的時候 安樂工程亦都公佈了 說將會出售一家美國升降機公司的百分之二股權給另一個股東 代價是140萬美元 這個交易完成以後 這一家美國的升降機公司 就不再成為安樂工程的附屬公司 相信這個舉動就是為了 避開美國財政部的制裁 所以對於鄭若驊來說 事實上他的影響暫時11人當中 是最大的 起碼排面上來看就是這樣 本來他做仲裁界的時候 就已經是好吃好住了 鬥開七位數字的人工 現在無緣無故弄得了 真是難搞 然後我們就看看另一宗彭博社的消息 他們報導 說美國國務院 可能最快今天會宣佈 要求 在美國大學裏所建立的孔子學院 要註冊成為外國市團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說美國這個舉措 無異於將孔子學院 視為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的機構 需要受到相當於市領館的規管 這個官方色彩濃厚的孔子學院 一直就為美國政府所救病 批評他們 以在海外進行漢語教學為名 實際上就是幫中共做政治宣傳 在去年美國國務院和美國教育部 就已經表明了會對孔子學院加強監察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 在去年一份關於中國的報告當中 就提及到 說孔子學院就是中國政府的延伸 他就以政治理由去審查課程的材料當中 某些主題和觀點 並且在招聘當中 考慮到政治忠誠 這家人權觀察的組織 他們的執行主席羅斯 在較早前 已經被中國外交部宣布 在11人的制裁名單當中 現在看來難怪會榜上有名 孔子學院曾經被指控向主辦大學施壓 要求他們對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 保持沉默或審查談話的內容 例如在2014年的時候 在葡萄牙舉行的一次會議之上 他們被指要求工作人員 撕了有關蔣經國基金會的專業 可能蔣經國這個字就是敏感詞 到了2018年的時候 美國薩凡納州立大學的一位主港人 在該校的孔子學院聯席主任要求下 刪除了他的簡歷當中 有關台灣的內容 這個涉台的議題可能是敏感的 實際上 大陸硬銷孔子學院軟實力去到全世界 因此似乎他們這個舉措 最後都是撞板居多 為甚麼 因為有很多西方文明國家 本來對於孔子學院都沒有防範 但是搞下搞下就發現 不是很對勞 他們除了搞漢語教學之外 還搞很多政治宣傳 統戰工作 於是對於孔子學院的 好感程度不斷下跌 甚至乎採取了諸多防範的舉動 甚至乎去到今年年中的時候 網上有一張教育部通告流傳 這張通告是說甚麼 就是說到 教育部關於孔子學院總部 更名為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通知 為甚麼要改名呢 就是為了淡化官方的色彩 因為孔子學院這四個字 在西方文明國家的大學來講 就已經出事了 不然就不用改名 如果一直運作正常良好的話 再加上 美國現在對中國採取極限施壓 更加之會無所不用其極地 圍堵中國對於美國的滲透 早兩三年 特朗普為求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可能他還可以隻眼開隻眼閉 但是他在星期二接受霍士採訪的時候就說到了 說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已經破裂了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和他通過電話 他就說 他和習主席曾經有著非常良好的關係 特朗普就說很喜歡習主席 但是現在的想法就不再一樣了 已經很久沒有和他通過電話了 他說疫情期間所發生的事和人命損失 比起貿易協議 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差一千倍又多 所以這就是反映得出 為何特朗普現在 拿正來做的原因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